自信在哪里 无有一发不是自信 天堂是自信 地狱也是自信 佛菩萨是自信 蚊虫蚂蚁也是自信 花草树木也是自信 山火大地没有一样不是自信 连虚空都是自信 自信能信 能生能信 万物是所生所现 自信 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说不出来 你摸不到看不到他 所以古德舍 舍死亦无无就不中 虽然老和尚讲经说法 用黄金做比 一金做七七七皆金 但是真有黄金 黄金看到 我们自信 真有 自信拿不出来 其实自信根本就没离开我们 一切实一切出 他没离开 他在 没有他了 十根出都没有 全是他变现出来的 他真是万德万能 不生不灭 永恒不变 那么从他变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那个现象是刹那生灭 所以现象不是真的 生灭的频率那么高 就在我们眼前生灭 我们看不见 就在眼前生灭 我们听不见 他频率太快了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这么高的频率 就在眼前都看不透 在净途中成为长级光 修佛最后的目标 就是回归于长级光 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 长级光就妙就如来 我们的色心灯发 完全跟长级光融成一体了 都变成长级光了 那他起作用 无量无别 众生有感 他就能忍 那印就是变现 这个变现 自己没有起心动念 完全是众生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众生想见佛 你就现佛神 众生想见菩萨 你就现菩萨神 随众生心应所质量 所以自己根本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些人在哪里呢 这些人也在我们面前 我们若远返 不不认识 那 释迦摩尼弗 身份 破路了 他老早就成佛了 到这个地球上来映化 为我们献身受罚 祝师八十年 他的色神 是完全觉悟的色神 跟我们迷惑颠倒的色神 没两样 不相同的呢 他那个身体里头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我们这个身体 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之处 而且刹那不停 不一样就在死地 我们要能够 不起心不痛 不动念 不动念呢 跟他就完全一样了 那这个身体 也是映化神了 见到自己的法神 自己法神 跟一切众生法神 跟祝福如乐法神 神义法神 所以我说 这是大臣的能力 讲到最究竟 最圆满了 整个宇宙跟我同一体 大方光佛华言 就是说这个死是真相 大臣的能力